秦國皇附軍備局的朱信少將 在多年前是被指控 由指示下屬做假賬 福報榨領了將近三千萬元獎金 由市民的軍事官被檢方起訴 新北地院是一審宣判 驗令朱信少將 對下屬的違法作為並不知情 朱信少將獲判無罪 但同樣的被告其中兩位下屬 是被依現役軍人共同辦行使公務員 登載不實公文書罪 判處一年徒刑 緩刑兩年 全案還可上訴 軍備局兵器官展出的 國造武器裝備生產研發 來自第二零二兵工廠 不過多年前卻爆出弊案 當時的廠長朱信少將 被指控指示下屬做假賬 福報榨領近三千萬元獎金 四名軍事官遭檢方起訴 新北地院二十六號作出判決 朱信少將一審或判無罪 全案還可上訴 前軍備局生治中心主任朱少將在民國一百一十年一月份退伍 對於司法判決 貨胖部表達尊重 貨胖無罪理由 何一廷認定族姓少將 雖然有指示下屬調降成本增加贊瑜 但對於部署具體行為和做法並不知情 也沒有證據顯示 他有替自己或他人尋求不法利益的動機 因此不構成貪污及刑事公務員登載不實公文書等罪 而這起案件當時被揭露後引起關注 警察院質疑軍備局生產製造中心 第二零二廠是內控機制不張 導致發生不實登載成本狀況 同案被告 朱鑫少將的兩名下屬何一廷認定 兩人是為了完成長官任務 涉嫌造假 福報戰瑜 因為一時失慮觸發 而且犯後自白 坦承犯刑等原因 依現役軍人共同犯刑事公務員登載不實公文書罪 各處一年刑期緩刑兩年 貪污部分也或判無罪 不過這起案件 一審相關人士或判無罪或緩刑 當時提出糾正的監委則說 軍備局和朱鑫少將仍有行政為師